然後換我們封槍 向著這個圈的中間走進去 之後就暗普攻打他 那大家見到這隻王是馬上變傻仔的 YO 新朋友 救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今天我們繼續玩格蘭騎士團 今天的主題就非常之西非利 我們今天是要教大家卡王的攻略 我們要卡哪隻王呢? 我們今天是要卡昆蘭的第一章第七節的王 即是這隻豬 射箭的豬 相信很多朋友都卡這隻王 因為這隻王又多血 打人又痛 所以非常之煩 打這隻王的時候 大家有甚麼要注意呢? 我先說一下配置 因為大家整理了配置後 可以令這隻王完全不動的情況下 讓你三隻角色全自動放棄打 這裡就要聽清楚了 我們三隻角色一定要全部都是遠攻的角色 即是我們不能放近戰 而遠攻的角色 不管你是火法 風槍 水法 這三隻 放甚麼技能都好 你千萬不要放一些要走過去才能放到的 例如甚麼呢? 例如這個風槍的這招加攻 因為這隻加攻 自動的時候很奇怪 它會走過去這隻王旁邊放的 然後還有一些技能 例如說 這招散彈 這招散彈也不行的 因為有一支散彈 它會走過去再放的 也算是近戰的遠攻技能 為甚麼不可以用近距離的技能來打這招王呢? 待會大家就會知道 總之大家的配置上 最好放一些遠攻的技能 通常只有風槍有這個問題 水法和火法都不會有的 因為兩隻的技能都普遍是遠的 準備好之後 如果你怕不夠時間的話 最好一支藥水 你就是放回血加回魔 或者你全回魔都可以 因為你不會讓王打到的 第二支藥水你就放加攻藥水 OK? 事不宜遲 準備好這個詞子的內容之後 我們就進去打王 OK 進入王的關卡之後 頭兩波的小怪 相信大家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就用你的主力 很快清掉你頭兩波的小怪 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這裡就... 趕快打了它 基本上都是兩招死的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準備打完第二波的小怪的時候 要把我們的角色稍微向後拉 向後拉 因為王準備出來了 這個時候大家看到王 有一個圈在外面 我們有王圈在外面 我們就要把隊友全部拉回來 然後換我們風槍 向著這個圈的中間走進去 之後就暗普攻打他 自動普攻 不要開技 當你打王的時候 王是不會動的 然後你就可以開全自動 把你的輸出灌進去 這個時候正常 你三隻打他 都不會觸發到王的普攻 即是王是不會發現到你的 你可以三隻這樣試一試 正常你不用抓一隻試 通常一隻可以 三隻都可以 當你發現三隻都可以卡住 不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解除跟隨 即是解除跟隨 然後三隻 你三隻角色 就可以不停地開技 全力地灌輸出來了 OK 那大家看到 這隻王是馬上變傻子的 這個Bug其實是 不要說Bug 這個方法 這個攻略 其實是我們Discroclient的朋友提供的 難道是無意之間發現 因為發現 大坦好像也不太坦得住 然後又要走位被技能 然後導致輸出不夠 就弄到卡這一關 突然就發現了這個功效 三隻輸出去打 突然間這樣過了 然後就可以刷我們的色法 因為如果 你不通過了這套佛戰 你不會開到重複套佛的關卡 其實重複套佛 即是你再打一次這隻王的時候 這隻王就會沒那麼高傷 而且血量 雖然在讓達你的傷害 其實會成倍上了 所以你刷了一次之後 基本上 你就可以自動地刷下去了 其實這關很重要 因為這關打贏了之後 其實是會有一些 其他的裝備是給你 是會加攻的 所以就進化過了 第一章第七節的肥豬 這個算是一個我現時覺得 最神奇的一個攻略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會發現 之前卡第四章的水面王 有人又發現了 角鹿透彈的水面 不會用 那又 確實厲害 那這些Bug 確實厲害 不是 這些攻略 這些戰術確實厲害 OK 其實也有機會打不贏 就是輸出不夠 好像我這樣 其實我主要只有兩隻 因為我的風槍是不會打的 沒有攻擊力的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攻略之後 就給我一個讚 還有喜歡這條影片記得訂閱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Discord也歡迎大家加入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是奧斯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希望大家快點過關 拜拜 我是奧斯卡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是